公益悄悄化 新年的专题跟大家来聊聊分享 节庆当中的名义美学 为大家邀请到了林承伟老师呢 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老师您好 呃大家好 就是很好 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老师 老师是我们国内台北艺术大学 建筑与文化资产研究所的教授 老师老师现在也是在放寒假当中吗 呃对 刚开始 还在提莫报告 还在看学生的报告 所以还没有感受到放假 我还没感受到 快乐快乐快乐 对因为快要过新年了 嗯 要来感受到这个过年的一个氛围了 是 对那这样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老师 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那没有老师哦 您是在日本国立大阪大学念博士的嘛 那您的专长是民俗学跟民意美学 哦可能大家一讲到我们所谓的这个民意 要请老师跟我们大家先来聊一下 分享一下 民意这个词它是怎么来的 就是民意两个字嘛 民的话大概是民间的民嘛 对 艺术的意义 对 对我们来说其实很熟悉又有点陌生啦 因为在台湾一般的生活语言中 其实不太会讲民意 对 我们可能会比较习惯艺术啊 还是各种民间的各种表演啦 对对对 那台南其实我们经常都会讲说台湾台南是台湾的传统文化艺术之都嘛 对 那庙会里面就有很多镇头 嗯 镇头文化 没错 例如说台南很精彩的金石镇啊 宋江镇啊 花谷镇啊 对 那家匠类的 那这类的 我们把它称为表演艺术型的这种怎么说宗教展演在这几年 应该是这几十年来台南也经常会用一个名词叫做义镇 嗯 对对对 义镇 那叫做义镇有人说是义格加镇头 哦 然后也有人认为说其实是比较艺术性的有美感式的镇头 嗯哼哼 那讲那么多再回答那个名义这两个字哦 名义这两个字其实它是一个简称啊 嗯 那最早的话名义这两个字其实是来自于民众的公益 还是民间的公益这样的一个说明 嗯哼哼哼哼哼� 那在因为今年是2022年 对 在将近一百年前的这个1925年26年的时候 在日本有一位练义研究者他叫柳宗月 嗯 那他认为生活中的很多美丽的事情好像都被大家淡忘了 大家都想到的是美术馆 嗯嗯嗯 一束作品 对 那应该不止如此 所以他就把生 我们说生活中的公义 对对对 那个把它简称为 民众生活的公义把它简称为民意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就开始有了这个名词 所以这个民意这个词 它是从日本来的 对 可以这么说 很多人会认为说 民我生活中也会用民 那义的话我们经常也会讲很多 例如说陶义 艺术 那看起来好像是中文 不过确实过去我们在做研究 也曾经做过一个 比较有系统的资料的扒书 那民意这两个字确实在过去 我们的生活中 不管是台湾也好 也是中国大陆的古代的典籍里面 也看不太到使用民意这两个字 所以应该是日本的柳宗岳这位先生 把它创造的一个新的名词 什么的 民意美学民间的公益 民众的公益 对 加起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个艺术 那像老师呢 您是研究我们台湾跟日本民族艺术的专家 那就老师的角度来看 您觉得台湾跟日本的传统公益 有什么样不同的一些特点 其实我觉得今天很开心在台南的这个空中 可以跟大家聊聊天 台南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台南很精彩的名义的宝库 对 那因为日本本身跟台湾其实有很多很相近的地方嘛 嗯嗯嗯 包括很有印象就是台南也有一种秩序嘛 就是台湾的基督 对 所以代表我们包有很丰富的文化传统 嗯嗯嗯 那日本跟台湾类似点的话就是生活中 呃会有很多因为宗教信仰 因为让生活便利之下而需要去制作的各种生活器物 嗯嗯 比如说我们生活需要喝杯茶 对 所以透过陶瓷去烧制之后变成了一个好用的茶杯 嗯嗯对 这个茶杯不只是看起来漂亮 嗯哼 它甚至于有比较好的保温的效果 嗯 然后装茶的那个怎么说 重量那个怎么喝茶的时候也刚刚好 对 呃这种怎么说 有点使用某些巧思 不过这个巧思本身让我们生活来得更美好 嗯嗯 呃类似的工艺品哦 其实台湾跟日本其实有很多的共同点 嗯哼哼 那另外刚才又提到一点就是宗教文化嘛 对 然后那当然在台湾的话我们比较这个普遍的话 大概是道教佛教 对道教佛教 还是道教佛教所连结而成的民间信仰 没错 那我们经常会讲说人要 呃 gens要弘扬宗教 然后人要抒发信仰里面的一些乞求 我们就会介由各种庙会 還是祭拜 嗯 沒錯 因為過年很 過年這有必要的齁 所以過年的時候 我們不只要拜神 還要拜祖先 祖先啊 對對對 嗯 那各種 例如說那個 供餅上面再把它 怎麼說做個純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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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個裝飾好像就很漂亮 那再來的話 供餅裡面例如說 只是一個紅龜桂 紅龜桂的那個形狀 要怎麼樣去把它做得更為的 有美觀 然後美觀本身又有 怎麼說 美味喔 嗯 我覺得也是台灣跟日本 蠻接近的地方 哦 這是比較接近的地方 那我們有比較大的一些 差異性的地方呢 差異性的話當然會有啦 如果差異我就舉幾個例子 最大差異就是 對於色彩的 感覺是不一樣的 色彩的部分 嗯 例如說啊 我們台灣講到要是近啊 對 應該就會想到顏色是 紅色啦 對 我們一定要用紅色的 對啊 金色的啊 對對對 紅金 嗯 那日本的話呢 日本的話想要白色 哦 他們是白色的 哦 白色啦 日本也會有紅色啦 對 日本 日本人過年 因為日本 目前過的年 跟我們時間不太一樣 嗯哼 因為那個明治時期的時候 然後有一個改曆 就是日本從一個亞洲 廣泛以農曆 舊曆為主的一種傳統社會 對 然後改變了立法之後 日本就開始過的是新立年 嗯哼哼哼 所以他們已經過完了 過完了 對 那日本在過年的時候 就有很多跟我們一樣 很多吉祥文化 吉祥物 吉祥食物 也需要祭拜 對 我們就會看到裡面 用了很多顏色 其實是台灣 我們在喜事跟 節慶的時候 比較 忌諱的顏色 哦 然後 最大的畫就是白色的部分 白色 對 像白色我們真的在 在喜的部分是比較激的 嗯 日本過年 跟台灣一樣 因為是一年新的開始 對 那新的開始 我們都希望有一個好的開始 嗯嗯 好的開始 除了自己 我們說 心裡面有一個新的 欸怎麼說 新的 面對新的開始的各種準備啊 比如說 你可能會穿一新衣服啊 對 比如說 你可能會希望 欸 去年是做這個事 成為今年 欸 今年的話 應該要做其他的事 他當作一年的開端嘛 嗯嗯嗯 那我們說求 欸 有時候會講說求人不如求神哦 對 呵呵 因為神比人萬能 對 日本跟台灣一樣啊 就是 過年裡面 欸 對於神的仰賴也蠻 這個 全面的哦 例如說 我們台灣有霸仙 我們台灣會有看到什麼 財神 烏心 高照 對 嗯 這種怎麼說 各種民間主題啊 那可能會透過 欸 怎麼說 吉祥化 嗯 透過各種村聯啊 還是裝飾來去 讓人的心裡面有充滿了很多暖意 日本的話哦 日本跟我們不太一樣 因為台灣的話 比較是漢文化的延續 所以 我們剛才講的 欸 福神啊 欸 這個 福星啊 嗯 還有 財子獸 福祿獸的這種漢人文化 欸 比較是台灣式的哦 日本的話 他們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也是神仙組合 叫做七福神 嗯嗯嗯 嗯 那 七福神本身哦 欸 在台灣偶爾也會看得到哦 我想 那個聽眾朋友如果有機會在台南的各種 這個 商店啊 商家啊 說不定就會看到 有 一點跟 我們台灣的 這個神的形象不太一樣 不過看起來就覺得很服氣的 七個 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的 七個神仙的組合 嗯嗯嗯 我隨便舉個例子說裡面有一位叫惠比獸 嗯 這個當然應該就有聽過了嘛 惠比獸 可能有些印象啦 對 就是一個圓圓的大叔 然後手上拿一隻釣竿 嗯 對對對對對 欸這個我有印象 老師講到拿釣竿就有印象 哈哈哈哈 不是以前的波爾柴 哈哈哈 不是波爾柴 對 哈哈哈 欸 他拿一個釣竿 然後釣竿還不是 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左邊還會抱一隻鯛魚 對對對 嗯 這個鯛魚長得又大又漂亮 紅色的 所以 代表是魚 我們說那個 這波蛛蛙魚的話 就是魚就豐收 所以 代表一個很服氣 很有什麼說 收穫的一個 吉祥的神 沒錯 嗯 然後另外 另外還會有幾位 可能其他的話 可能對 我們會稍微比較陌生一點 他裡面有一位跟 欸 台灣的吉祥神有點像 他叫獸老人 獸老人 這個也是福禄獸的獸嘛 嗯 對 就是其實是受到中國影響 哦 日本的欺福神裡面有七個神 不過這七個神裡面 有三個來自於印度 嗯哼 有三個來自於中國 哦 然後只有我們剛才講到的 惠比獸是日本原產的神 嗯哼哼哼 嗯 然後這七個神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點 就是他們會坐在一艘船上 嗯 叫做寶船 寶船 嗯 所以就是經營財寶的很重要的 這個怎麼說想像哦 那 日本跟台灣有一個 我覺得也是很有趣可以來思考的 我們對於海都有一種覺得不可測 然後還是神秘的 不過海的另外一端好像有 一種 欸怎麼說 來自於他界來的一種神奇力 對一個力量在那 嗯 所以我們在台南區域的話 沿海地帶哦 那個遇到柯年就有很多是迎送王船的儀式 對對對沒錯 嗯 西港異鄉啊 金唐殿的這個迎王送王 那 日本的話當然 這部分比較跟台灣沒有那麼類似 只不過他們 對很多神的想像都會跟 還有關係 嗯 嗯 我們這裡講的這個欺負神哦 所以欺負神的形象 他畫在吉祥圖上 的話就會是 七個 有男有女的神仙 然後坐在一艘船上 船上面 然後船上還堆了金銀財寶 跟很多的米 對 嗯 這是比較日本一開始來跟各位聽眾朋友分享的 日本過年的時候很通俗的 然後也是很日本性的一個文化 就是欺負神 然後坐著寶船 然後把金銀財寶跟福氣帶來給這個 看開始要過年的一般人 對 那其實也跟我們其實也有點像 有點那麼的類似 嗯 就是 喜氣啊 來喜氣 那種 招財 招福 對啊 是很接近的 嗯 只是招財 我們都講招財 招財 敬寶 對 日本比較喜歡講招福 招福 嗯 就是他們把那個財的東西 也會透過很多圖去呈現 不過 好像比較 有一點含蓄 比較不會把財的東西 當作是 最重要的 開口的 第一個願望 嗯 這個是比較 像符合這個日本的民族 像是比較含蓄內斂型的 像我們就是要把財 我們就是要這個財源滾滾的 我們就要很明就講這樣 嗯 就比較不一樣吼 吉祥話 我們都要講說可以招財盡保 對對對 讓你發大財 對 嗯 這個也是我們台灣跟日本很不一樣的一個地方吼 嗯 我自己曾經在年輕的時代有做過一個研究 嗯 那 那 我曾經去解釋一個事就是為什麼我們對於財那麼重要 對 因為 台灣傳統的話其實是有三個先叫財子壽 嗯嗯嗯 在諸修 財子壽 那 我們在做祭祀的時候我們都會燒金子嘛 對 然後那個壽金就是比較大的那種 壽金上面其實硬的就是三個神仙 然後就是財子壽 所以求財求子求壽 第一個有經濟的來源 第二個人的生命受獲得的延續 因為子嘛 再來的話自己的生命也獲得了一個比較永恆的這個長壽 嗯 嗯 那我們就會說為什麼好像漢人社會裡面好像比較功利 為什麼會把錢講得那麼重要 那不過 我們其實可以從台灣的 歷史發展來看一看就更可以理解 為什麼台這麼重要 嗯 我覺得跟移民社會有一點關係 嗯 換句話說就是移民社會其實是從一個 大家共有的一個傳統社會然後搬到了異地 對 來到異地之後人身地不守 所以怎麼樣可以趕快的有一點的經濟來源 嗯嗯 然後讓自己的生活可以獲得延續 沒錯 嗯 確實比日本 因為日本是一個比較 我們說比較傳統的國家 這個國家 可能 一些人在這個地方已經住了幾百幾千年 嗯嗯 所以 加那個怎麼說一家的一種 怎麼說生活的運作跟 這種怎麼說穩定性 會跟我們這種 過去可能從明清時期還是有一些移民 甚至於是近年來的 有時候1945年 像後從中國移到台灣的這種 二代三代的 什麼時候移民 對 的那種性格其實有很大的不同 嗯哼哼 所以我們過年的時候確實那種財富的追求啊 嗯 大家都跑去財神廟拜拜 對對對 呵呵 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不過用這樣的角度來去思考 就是其實台灣 社會裡面對於財的一個比較注重跟 欸強調 嗯 確實有它的一個歷史背景可以去做一點說明 沒錯 有它的這個歷史脈絡可循 嗯 對 嗯 那像我們在下個禮拜我們就要來過新年了嘛 好 下週就是我們的除夕 像在台灣我們這個除夕 我們都是要圍爐吃年夜飯首碎 嗯 那像日本他們的除夕也是跟我們台灣也是一樣這樣過嗎 還是他們過年 來分享一下 同樣的就是除夕 嗯 除夕那兩個字日本的話當然他們 他們叫做除夜 除夜 哦 對就是除是一樣的字 夜的話是晚上的夜 對 日本的說法認為說那個除夕就是除夜那一天 是一年裡面最暗的一天 哦 最暗的一天 嗯 就是那個夜的那個夜其實是黑暗的 那還是說一年裡面最沉重的一天 嗯 嗯 嗯 那因為隔天的話過年的話又到了一個光明的新的開始 對 所以最後一天要做很多的事情 嗯 我們的話會吃年夜飯 吃年夜飯 對 嗯 日本人也會哦 不過他們的那個怎麼說 年夜飯的做法比較不太一樣 嗯 那他們會吃一個食物叫做這個除夜的蕎麥麵 哦 除夜的蕎麥麵 嗯 嗯 就是就是蕎麥還是我們講說過年的蕎麥麵也可以這樣來說 對 日文的話叫 對 日文的話叫 祝福接下來可以更為的長壽跟健康 嗯 然後也有一些地方吃的不是蕎麥吃的是烏龍麵 哦烏龍麵 嗯 哦 日本也是一樣 日本的話在吃蕎麥麵跟吃烏龍麵的話就是 呃 希望哦 那個今年的運勢可以很很怎麼說很長的很穩定的發展 對 所以盡可能的不要把他這個一口就把他咬斷 哦 就等於一根把他輸掉掉那樣 哈哈哈 對對對對對 這個是飲食的部分哦 然後 呃可能有些聽眾朋友說不定也聽過日本有另外一個 這個 那個 欸怎麼說過年的食物哦 那個食物是比較 欸 豐富的好像看起來是一大盤的 日本的那個叫做 歐西雞料 歐西雞料理 就是玉節料理 嗯嗯嗯嗯嗯 玉節料理 對 玉節料理的那個 那一種食物的話是在新年就是1月1號才開始吃 哦 嗯 跟我們有點不一樣啦 對對對 我們大吃好料的大約從除夕就開始 對啊 除夕就是要吃好料 要大師特吃 嗯 那日本的話反倒淑溪夜吃的比較簡單 剛才所 哎稍微分享的 就是 草麥麵烏龍麵 草麥麵烏龍麵 好像聽起來有點寒酸哦 哈哈哈 對啊 哈哈哈 吃麵呢 哈哈哈 嗯 就是過 就是淑溪夜那一天其實是比較低調一點 嗯嗯嗯 然後到 新的一年就是到那個 正月初一的時候哦 他的那個食物叫做 玉節料理 嗯嗯嗯 然後那個玉節,玉的話就是我們經常會在這本前面看到玉飯糰的玉 喔,玉飯糰的玉 嗯,節的話是節日的節 節日的節,嗯 玉節料理 對 然後玉節料理本身就會相當的豐富 嗯 嗯,它會是一個有點類似,因為用台灣概念來講的話,它是煮好的東西喔 嗯 裡面會有例如說煮好的龍蝦 哇 喔,為什麼要有龍蝦,因為龍蝦是很吉祥,像龍一樣的動物 喔 嗯,再來蝦子的話,因為蝦子是紅色的,所以紅色本身具有相當的吉祥的含義 嗯 然後還有呢,因為蝦子是彎彎的 對 所以彎彎的像什麼呢 像長壽的老人一樣 喔 嗯 所以又有長壽的那個祝福的意思 對對對 嗯,然後也會吃黑豆 喔,黑豆 嗯 嗯 那個,節日人想說為什麼會吃黑豆 對,為什麼會吃黑豆 日本人是很愛吃黑豆 嗯 對,黑豆很健康啦 嗯,黑豆是健康這個是比較是健康角度來看 對 然後為什麼健康東西會有一個吉祥的意思 因為 豆子在日文裡面叫 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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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的發音本身它有另外一個意思就是形容人非常的 譚怎麼說 非常的我們台語說 教育肝 嗯 非常的認真、勤勉 喔 嗯 所以吃黑豆的話就會讓你今年非常的勤勉 勤勉、認真、工作 然後凡事就會非常的順利 那還有例如說,再舉幾個例子 例如說裡面也會吃一種魚的魚卵 魚卵 大致上會吃的是那個Tala就是雪魚卵 雪魚卵 對,然後為什麼吃雪魚卵 因為多子多孫 因為魚卵很多嘛 對對對,就是那個可以可以可以 有一些人也會用明太子去把它轉換也可以 對 嗯 然後還會吃,例如說會吃海苔卷 海苔卷 空布卷 哦 這個就比較難一點哦 這個其實跟我們台灣有一些過年吃的食物有點關係 例如說為什麼會吃菜頭 對 豪菜頭 其實是發音嘛 對 然後日本也是一樣 我想為什麼會吃昆布 因為昆布在日文裡面叫昆布 昆布 然後昆布跟日文裡面的Yorokobu 嗯 就是開心的快樂的喜慶的其實有諧音的關係 對 嗯 這個讓我們可以了解 就是其實同樣是亞洲的國家啦 對 然後日本確實在一些新年的表現裡面 跟我們有很多雷同便 嗯 對 還有一個東西我剛才忘了講 就是我們過年的時候很喜歡吃很多糕啊 對 什麼很多櫃啊 對 菜頭櫃啊 菜頭櫃啊 花櫃啊 嗯沒錯 什麼櫃的嘛 然後日本也是一樣哦 日本的話他們會 他們的那櫃的話就是我們講的麻糬 麻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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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日本的麻糬基本上吃的是 過年的時候吃的比較是 我們說沒有調味的麻糬 哦 然後用那個煮了之後來調味 哦 例如說味噌湯裡面就有麻糬 這好特別哦 嗯 這有沒有吃過 沒有耶 沒有哦 老師會不會煮 嘿嘿嘿我不會 我只會吃 老師只會吃 想說老師會煮的話 我們過年來吃一下 來吃一下 哈哈哈哈 來研究一下 哇這好特別哦 嗯 就是日本 因為日本為什麼過年會吃麻糬 其實也有一個跟我們有點類似的 因為 這些什麼櫃啊 都是米去精釀的一個食物 對 例如說台灣最通俗的話就是那個 紅骨櫃啊 對對對 然後過年的話就是菜頭櫃跟花櫃 所以櫃就是米去把它 摧摧摧摧摧摧摧之後 然後變成了一個 怎麼說 很濃縮的一個米 可以這樣來講 嗯 然後米在宗教裡面還是有它特殊意涵 就是米其實是很重要的生命的源頭 沒錯 特別是對於我們亞洲這些我們講說 倒作國家 嗯 我們以米為生嘛 對 我們不吃米 就是不吃飯的話 但現在我跟學生說我們不吃飯 沒有辦法活下去 要說不想是沒有 還可以吃麵包 哈哈哈 對 現在可以吃麵包 還可以吃麵 對 還有麵可以吃 嗯 那不過南方本身喔 南方本身本來是米的文化 對 然後米的這個東西其實是一個很珍貴的生命的泉源 然後我們會在 在特殊的節慶的時候把米拿來獻給神 哦 那不過我們會有很多加工嘛 例如說台南 我印象最深刻的台南有一個很特別的普渡的文化 叫做米高塔的這個東西 嗯 然後過年的時候我們就會把它拿來做成畫粿啊 嗯 然後不只是 欸那個米的東西而且它還有一個發的這個米 就會讓過年好像有一個很好的好的開始 對 那日本也是一樣 日本也是把米視為是一個祭神跟拜神很重要的食物 還是共品 嗯嗯嗯 然後過年的時候日本的生活中 就是我們剛才所講的齁 那個 欸除夕的時候就吃那個蕎麥麵 對 然後大年初一齁 就是我們講的 我們日本講的黑暑咖滋齁 就是新年的那個1月1號開始 他們就是吃著那個麻糬 嗯 然後配我剛才講的那些東西 例如說配龍蝦 嗯嗯 那龍蝦不是一人一隻喔 嗯嗯 就全家一隻這樣評分 那慢慢的 大家一起分享的齁 嗯 吃蝦子啊 吃我們剛才講的黑豆啊 黑豆啊 嗯 嗯嗯 嗯然後把那個 把那個 把那個 例如說 欸 蓮藕啊 還是把那個 紅蘿蔔啊 然後切成漂亮的像花一樣的形狀 嗯嗯嗯 然後讓 欸怎麼說 新的開始裡面有很多美好的食物 對 還有漂亮的這些食物 對 它都具有吉祥意義 讓日本有一個好的開始 嗯 喔 所以這個是他們非常特別的齁 這一個在過年的一個料理 對 育節料理 嗯 育節料理 這幾年我其實在台灣 台灣也有 台南也有很多日式料理店 對 他們也都會開始把日本的這種年節文化 稍微的傳到台灣喔 哦 欸所以像我們在台灣其實也吃得到喔 對 其實也吃得到 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喔 嗯嗯嗯嗯 例如說台南的幾個日式的百貨公司 對 的超市 絕對也可以看得到 所以各位聽眾朋友如果有興趣的話 當然 台灣人過台灣年是理所當然的 也是最 最坦然的喔 那不過 偶爾我們會認為說 例如說這一兩年疫情沒辦法出國 對啊 嗯 好像來 想要來一點異國風情的話 欸說不定吃完年夜飯之後 欸再去外面的日本料理店還是居酒屋 嗯 稍微再小酌一下 對 他們就有賣一點點日式的過年的這種 怎麼說 點心也好 還是配菜的料理 我覺得也會 讓大家的過年的這種 欸年味喔 還有多重的國際的這種文化的 欸怎麼說吸收會來的更為的有趣 嗯真的 嗯 像老師在這個料理當中 您自己最喜歡哪一道 欸我最喜歡龍蝦 龍蝦 龍蝦 龍蝦最好吃喔 我覺得龍蝦真的很好吃 還是老師自己本身就愛吃龍蝦 我覺得蝦子 我很喜歡吃蝦子 嗯 不過又不太喜歡剝 所以龍蝦基本上已經 欸殼處理得快好了 對對都差不多 就可以直接享用 懶惰人的 要剝好蝦殼這樣 嗯 那像我們再跟大家來分享 在這個料理的部分齁 那像在傳統的工藝的部分來講 像日本它有沒有比較 在過年其實有沒有比較特別的一些傳統工藝 工藝 工藝 工藝我剛才稍微有 稍微先提到 例如說七福神 七福神 對 七福神就會做成各種吉祥的東西 喔 例如說它可能會畫成 傳統的我們說民間繪畫 對 然後用現在的話來講的話 就是吉祥漂亮的海報 喔 嗯 另外的話 例如說七福神 用那個陶瓷燒成七福神的裝飾的話 擺在家就非常有興趣 對 嗯 這個其實在台灣 其實應該可以看得到 也可以看得到 過年的時候就有很多 柴神啊 各種裝飾 當然有一些是比較現代化的 就是用塑膠 把它弄成的好像春聯 還是什麼之類的 對 那日本也會有 那還有一個部分也想要跟 這個各位朋友分享啊 就是接下來因為 日本是過新歷年 所以他們已經在過虎年 對 那我們台灣慢慢的這幾年 我覺得過年的氣氛 也有一點點受到國際的影響 嗯 所以有很多人在 12月31日 等於跨年的時候 就在 互相祝福新年快樂 嗯 所以代表我們心裡面的那種新年 也有一些人已經開始把 現在就當做已經在新年期間 嗯嗯嗯嗯 那新年的話在 亞洲裡面有一個重要的文化 就是我會用生肖去看待新年 對 嗯嗯 例如說今年 欸因為台灣還是以農曆來去算 沒錯 今年欸接下來 那個 欸過了年之後就變成 我們說送牛引虎 虎嘛對 嗯然後 虎的這個 怎麼說 形象喔 嗯 然後我當然好像 想起來有點兇惡可怕威嚴 對 欸我們民間也充滿了創意 我們都把虎 稍微把它 比較可愛化 對Q版了一下 Q版的虎 然後還有一個 很有趣的是 就是台灣很多廟都會拜虎爺 對對對 那欸 各位聽眾朋友有機會 有機會也可以看一看自己家身邊的這種 孔立宮廟啊 嗯 大廟裡面都會有虎爺喔 嗯嗯 虎爺宮有很多虎爺宮都長得很像貓 很可愛 對 有一次我在做那個草藏宮的調查 就問那個師父喔 一個雕兒師父 說為什麼 雕得那個虎爺宮好像長得很像貓 他就說 海鋰還沒有看過老虎 哦 所以就用 家裡面附近看的到的貓 貓咪 來去揣 揣摩一下 因為都是貓科動物 對 對對對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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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台灣各個地方的虎爺 就有點類似怎麼做 接下來的 今年的虎年 就是它 Form重要的一個集合 相互 這樣來想我覺得也蠻有趣的 那日本的話工藝品剛才有說的 就是除了七福神以外 在虎年的時候也會充滿了很多老虎的裝飾品 例如說用陶瓷燒成一個 桌上的這種小擺飾也好 然後好多人就把老虎做成了T恤 然後虎年 這種日式的那種工藝連結 但不只如此 就是各種工藝裡面都會跟虎去做一些對應 那因為我們講的就是今年是這個符號跟這樣的主題是對的話 大致大都會成為一個很討喜的工藝這個主題 這個是日本跟台灣我覺得也是很接近的 就是我們或許有一些朋友在擺在辦公室桌上的老虎的裝飾 就是日本的這個吉祥物也說不定 像其實日本在這種生活工藝的部分來講 他們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就是他們非常應景 然後應景本身就會 出動很多人因為工藝品 我們說生活工藝這樣的一個主題 那很多人把工藝視為 是一個很嚴肅跟好像有門檻的文化 那我從來在課堂裡面也跟學生說不是如此的 因為工藝其實是 我們說工藝還是我們再把它更廣的講民藝 也是為了支持人的生活讓我們的生活來得更便利 對 而且過得不只過得下去還過得開心 過得快樂 過得美好 對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嘛 因為工藝品絕對不會是一個 例如說非得我們要到美術館跟工藝館 對 那種硬生生的東西 我就覺得有點可惜因為 例如說家裡面旁邊有廟到廟裡面就看到了 哇 各種各式的雕紙簡連雕刻都有 那這個當然是一種 因為宗教的目的而產生的各種工藝的製作 那不過我們生活中也充滿了各種工藝的使用 不過例如說 我們在跟劉易的家裡面吃飯的飯碗 過年的時候你用的筷子 那個碗盤 我覺得用心的劉易應該這些都是 讓我們生活來得更美好跟更有意義的 這個元素啦 工藝品 沒錯 那像除了過年之外 好像也想要問一下老師 那其實還有哪些比較有趣 因應節慶文化而生的一些日本的傳統工藝 日本的傳統工藝 如果說是以節慶來講的話 其實非常的多一樣 例如說祭典裡面的各種祭典看得到的 我們台灣的話例如說神教啊 刺繡啊 跟台灣有點類似 這些東西都會隨著祭典而開始大量的發展 包括祭典裡面所穿的這種 用染汁所染的這種特殊的衣服 還有一個突然想到的就是招財貓 招財貓 雖然今年是虎年 不過我相信招財貓應該會是活躍的一年 招財貓應該每一年大家都很喜歡 然後特別是老虎是他的遠親 對對對 遠親是今年的主角 所以通科的話應該會異常的活躍 對對對 然後剛才所主持人所問到的就是 例如說這個就比較沒有時間性 就是我們說做生意的人有招財貓 就可以招來好運 那一般這個大家喜歡的話 桌上裡面擺了招財貓 擺了不倒翁 擺了各種具有一點點吉祥意涵 那不過它本身其實也是很精緻的 例如說是招財貓的話有桃做的有磁做的 對 甚至於有用紙去做的招財貓 它都具有相當的特色 對 所以像招財貓就是在過年期間大家應該非常的喜歡 相當熱門的 我在招財貓一定會有老虎形狀的招財貓 欸對喔 也發揮了不一樣的一個創意了 是啊 那生活中的話當然也有很多是相對的 就是例如說 我們台灣在生活中過年裡面 你可能會準備要地主你就需要有鄉 對 所以自鄉的文化 日本也跟台灣有點相對的有這樣的發展 過年的時候需要穿新衣服 所以新衣服裡面除了比較現代的 例如說買了T恤以外 你可能會買的有一點 簡單的吉祥自修的衣服也好 還是有特殊的例如說 特殊的棉 這個製作的衣服也好 例如說透過染的技術 讓衣服上面有不同的顏色 那顏色裡面有一些 帶有傳統風味的這種風情的衣服也好 我覺得也會是一個我們 未來有機會再看待傳統工藝 然後用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你就會覺得傳統工藝其實跟生活很有關係 對啊 就真的是跟我們的生活它就是連結在一起的 恩恩恩恩 那像我們在下個禮拜交過新年了 想請教成為老師 老師就有過年九天的假耶 老師要怎麼過 謝謝 其實我要想這個是 可能 可能大約會是在家裡面休息 好好的休息一下喔 我想跟聽眾朋友一樣 我們都喜歡過年的時候去走村一下 對 利用這個機會到 例如說在台南 如果有機會去台南的話 我可能就會想去 那個蘭昆森在天府的大廟走一走啊 到市區裡面的幾間很可愛的 例如說 在那個孔廟附近有那個勇花宮 恩恩恩 小小的 不過小小裡面很精緻的這種 浮承的廟宇 我覺得都會讓 我們心裡喔 好像充滿了希望 又有神的祝福 對 那再來 可能在這個世界上就有一些 有趣的新年的擺設 我們來買一些有趣的吉祥物 然後吃一點 今年想要 怎麼說 開始希望它可以帶給我們好運的 例如說我們來稍微模仿日本來吃一下麵啊 恩恩 對對對 而且不要咬斷喔 恩恩 這個也不錯喔 然後再吃一下花粿啊 欸 讓自己來發發發 這樣的話 就怎麼說 台日的祝福都 這個一起上升 對對對 恩 這太棒了 對讓大家在今年大家都是一個好年 在新的一年大家都是有好運的喔 是 是 所以在我們今天的公益 悄悄話很開心為大家邀請到了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 資產研究所的教授 陳偉老師呢 到我們的節目當中 跟我們大家來分享喔 也再次的謝謝陳偉老師喔 不會 謝謝有這個機會 然後祝大家有個好年 也祝老師新年快樂 謝謝 新年快樂 掰掰 掰掰 謝謝 掰掰 以及 方式 有了 PA Chief